吉隆坡定区星期四傍晚下起的豪雨 导致好几条道路发生闪电水灾 上百辆车子浸泡在水中 除了引发民众的强烈不满 一些组织也质疑 首都的一些重型发展计划 是否存在贪污舞弊 导致排水系统失灵 对此 吉隆坡市政厅执行总监纳吉指出 当局愿意和执法单位 如反贪污委员会合作展开调查 吉隆坡市政厅指出 由于闪电水灾涉及多方 比如水利灌溉局等等单位 因此需要由执法当局调查清楚 此外 吉隆坡市政厅目前还在收集 有关如何应对闪电水灾的 有效行动和基建资料 而短期行动则是提升行动室 和职员的通讯设备 以便在爆发闪电水灾时 能马上做出回应 吉隆坡市政厅已经鉴定了 五个闪电水灾黑区 当中就包括大石路 孟沙 国家银行 五级东姑和娇赖 市政厅将在明天把闪电水灾的课题报告 成交给联邦直辖区部部长东姑安南 商讨进一步的行动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孟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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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沙